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場 大年初一特別節目 過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陽年行大運 我們要洋洋得意 還要洋威海外 還要洋入虎口 是的 而且呢 你還是的 沒有洋入虎口好不好 而且聽說我們的二分之一場 已經在這個新加坡的U頻道 都有播出了 恭喜大家 謝謝 那今天當然也有 我們四位演藝圈的代表 過年吃喝玩樂找他們準沒錯 歡迎我們台灣代表 歡迎 而且後面兩位是情侶裝嗎 鴿子系列 對 鴿子系列 不錯 都沒發現 那人家說過年都要回家團圓 那我們這七位呢 就是 永遠有回不去他的祖國 所以留在台灣陪我們過新年 歡迎聯合國新年 陽年恭喜新年好 第二個是大年初一 新男們也要來聊聊外國人 在台灣過年的特殊經驗 任想參加三峽賽出宮 看著目瞪口呆 而阿比一個人過年 更是無聊到只能跟自己對話 到底新男們 都怎麼過台灣新年呢 請看今天的1 2分之1 回想一下 第一次跟我們台灣人過年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我第一次 以前很瞬刻 因為我剛來台灣不到半年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太會講中文 然後我就跟我女友的家人 在東部旅行 東部 東部 去台東 然後我們到一個文泉飯店 泡個文泉 類似像這個樣子 很漂亮耶 我去過 對 而且但是更棒的是 我覺得我們好像隔天 隔天去布農的部落 他們那邊有跳歌舞啊 然後我們就看那個他們的地方 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我喜歡大家自然 所以我也一開始 我不知道台灣有分很多 不同的原住民 我以為台灣就是你們那些人就好了 對 覺得很新鮮 對 阿里呢 我的那個 跟沙特差不多了 是 對 跟我女朋友帶我 因為你也是回不去伊拉克的 我回不去了 真的 我要回去的時候媽媽說 希望不要回來 你很吵 對 就留在台灣 反正即將要變台灣女婿啦 對對對 對啊 然後女朋友帶我去台東玩 台東 台東 台東有放天燈啊 對 我會放那個 這是你嗎 對 剛剛拿紅包那個 對 那是我女朋友的媽媽送我紅包 對啦 用紅包遮著也好 不然會有煞氣 對 對 嚇到別人 然後在台東的時候我們去海邊玩 海邊的時候啊 我們都放那個 電炮 電炮 然後 中天炮 中天炮 然後不小心打到別人了 在對面 真的是不小心的 最好是 最好是 真的 真的是不小心的 我沒有那個意思 然後砰 然後他們啪 嚇到了 然後他們就看到我們 就是玩得很開心 結果他們也是放那個 放那個煙火打到我們 結果我們兩個都在玩這樣子 然後他打我們 為什麼要把戰爭帶來台灣 沒有 那不是戰爭的 真的不是戰爭的 然後打到我後來回去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褲子 真的是破掉了 然後在台東我們還去一個 去一個地方玩 是泡溫泉 有 好像有照片 你們也泡溫泉 對 我們也是泡溫泉 那你有看到少俠嗎 這樣 少俠去那個地方我去過 還滿漂亮的 咦 他這個泡溫泉的 看起來更高級 對 有在國外的展望 對 但是小時候都可以 都互相拿充電炮 對戰有沒有 有啊 對啊 不知道外國人 對於台灣的鞭炮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鞭炮真的很可怕 對 我覺得那個響音 我覺得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是過年的時候 剛好 然後我只在有時差 可是你們國家的街頭 也常常聽到槍聲啊 摘拜 然後大家就玩笑 一開始聽到鞭炮的聲音 會不會以為是發生槍戰啊 我覺得有清潔感回到家了 就嚇到了 有沒有 就很愛 然後馬上低頭 對 對 就這樣子 什麼啊 我沒想到一個 那麼man的美國人 可以那麼膽小 我覺得我們德國人 我們德國人都習慣了 我們從小就愛放鞭炮 像每次跨年 我們沒有過跨年嘛 我記得我們不可以買 我們叫我爸爸買 爸爸買了我們就十幾歲就自己放 而且很大隻 然後也丟給人家 這個下大隻還好 其實就是因為很吵 所以你沒辦法睡不覺 對啊 這個凌晨會開始 就是五點 五點半開始放那個 問題是那個時間是不對的 對的 看時間是不對的 有一種鞭炮是半夜十二點放的對不對 對 除夕當天晚上 對啊 十二點連續一直放 一路放到早上 對啊 我們兒時每天期待過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起放鞭炮 多好玩啊 對 可是會害怕呢 我覺得 但其實我覺得鞭炮還好 因為我跟小蝦一樣 我們從小都喜歡放鞭炮 也偷偷地放鞭炮 但是 而且我們的鞭炮都是在美國買的 我不知道你怎麼不喜歡我 可是你講到了 你不是小時候OK 可是你越來越想睡覺 對啊 那你現在就很大對不對 那紐西蘭咧 紐西蘭有鞭炮嗎 有鞭炮 可是沒有那麼大隻耶 台灣的真的很大隻 因為他們很怕他們的養活 他講的是不是大鞭炮 他們保護我們的養活泡 台灣的還有那種更大隻煙火 高空的那種 對啊 煙火 可是 重點是說 在那個 我第一次就是停到鞭炮 是在那個 就是 因為過年的時候 我第一個過年沒有跟朋友一起過 就是有跟朋友去喝酒啊 夜店或是什麼的 然後 那時候在 我們就在睡覺 然後差不多五點的時候 就停到那個聲音 然後那個是在那個箱口裡面 然後 左右就是房子嘛 所以那個感覺好像是在放鞭炮 在那個隧道裡面就超大聲 然後根本被嚇醒了 對啊 很恐怖 怎麼會這樣 他們這些白人為什麼都那麼膽小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這些白人都很爛 我跟你講 你們可能要吐黑一點 才會有感覺 我第一次過年的時候 然後我的房間就是逃房 然後逃房就是那個窗戶還滿大的 然後那個時候早上大概五六 然後我早上大概洗一點 洗一點半 結果我在睡覺 結果有那個 有人風煙火到我的那個陽台來 就是我房間旁邊是一個陽台嘛 然後到那邊 啪啪啪 我就嚇到了 我有在義大客 然後就 嚇到的時候 真的嗎 沒有 然後我就 我就起來了 起來看到外面是幹嘛的 看到一些小朋友在放煙火 他們說 他們玩得很開心 我就下去 我就是細個臉摔下去下去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可以放煙火 我真的不知道耶 然後那時候 他是不是跟你說 他是海豹部隊 沒有 這樣子跟我說 他說如果是台灣的過年 所以我們很開心要放煙火 那我就跟小朋友說 你們在哪裡買的 他說那個店啊 可以賣啊 然後我就去買一千塊的煙火 然後就跟他們玩一下 對啊 交朋友也不錯 對 交朋友也不錯 他們算對你好的 通常我們小時候 如果有人在詢問我們 我們就會知道他的去向在哪裡 我們就會把所有的泡都指向他 然後就會開始開戰兩邊 開始一直在亂放 有一次我記得我放炮的時候 是那個衝天的那一大盒的那種 像風炮 連發的那種 對 那時候我們才小學 你是把整個盒子對著人家 我們本來是對天 就點了以後要跑 結果腳就踢到了 就對到旁邊的車子 有耶 哇塞 好可怕 好可怕 那個車主就在旁邊 所以大家那一天都超尷尬的 我小時候我們是住眷村嘛 我們大年初一就被打 我們在那個爬到屋頂上面 玩沖天炮嘛 你從沖到對面往媽媽家 一開始只是一個小小的火星 我想說沒有什麼 繼續在忙 結果那個火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失火了 嚇到我們下去跟我媽媽 那個對面啊 怎麼失火了 然後他趕快去敲人家的門 因為誰知道呢 對啊 在屋頂啊 還好有去跟他通知 初衣就被打 有小時候就是穿那種長褲 因為新年嘛 一定會穿新衣新骨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經過那個公園 然後公園就是那種 大家最愛放鞭炮的地方 對 就是你說人家小朋友 放什麼水淵秧 他這一點以後 他會自己這樣亂跑 對 就他跑到我那個褲子的那個 鞭筋館去 就直接在那裡爆掉 唉唷 我真的是嚇 從那一次開始 我看到鞭炮就很害怕 現在的水淵秧威力沒有 我們小時候放的大了 現在的你可以握著 等一下試試看 但是這一種也 亂講 你真的在節目播出來 小朋友在那邊學 這一種真的很危險 我小時候也是玩那一種 就是裡面 我不知道是一顆球還是這樣子 它會 噗 它要像電圖個 從天盤 是那個陀螺 對 像那個蝴蝶 就是像一個Canon的那一種 就是用花擦 但是它 你要從上面點 或是上面點 那時候我忘記 我不知道要怎麼弄 所以我就點 後來那一顆球 開始塞到我的手上 本來是要往上這樣 對 但是我 它就是弄到我的手 塞住 對啊 就拿反的 然後就不小心弄到我的手 所以我的手那時候變成非常 這邊變成非常非常的黑 真的那麼黑笑掉了對不對 沒有 現在還好 現在還好 你就炸到全身 現在還好 但是那時候非常非常的痛 我說是 所以你本來是白的 後來才變黑的 我的手 我 你們第一次在台灣過年 你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 我應該是第三個過年嘛 我也是跟我女朋友 一起回去她的阿嬤家 然後就是覺得 台灣的那個過年很有趣 因為不停地在吃東西 一直都在吃東西 一定要的啊 然後就是 她的那個阿嬤就是 就是 一直都在廚房裡面 然後你已經吃得好飽 然後就是多一些食物就來了 然後放在桌子上 然後已經有點吃不下 然後就是 你多十一年啊 你這麼瘦啊 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然後 除了那個之外 就是阿公會在那邊 就是把那個酒拿出來 然後 那時候就是喝那個什麼 六十趴的那個高粱 然後一直被關起來你知道嗎 阿公是把你灌醉 我就是覺得她很開心 講一些英文 可是你不覺得在台灣過年 就是要喝酒嗎 對啊 而且那個東西吃不完呢 對人家來說還是不禮貌的事情 那你們在台灣過年 有被灌酒的經驗嗎 就是當然有 而且 那時候其實我第一次喝到吐 然後就是試一試就是那個過年 因為那天是我在龍翔大哥家 對 他就是收工煮東西給我吃啊 那就是怎麼 就是不難 而且龍翔大哥是每一杯都要乾杯的 對 而且 我剛到one by one 沒有別人 然後我想說 你喝喝 喝喝喝喝喝 因為酒量他超好的 酒量超好的 因為我要就是要輕嘛 就是要給他不能那個 就是要禮貌輕輕輕 等一下那個龍翔大哥 去洗手間一下 他說 然後回來 他是ㄍㄧㄧㄥ 哇 真的我不知道怎麼回家 超熱 你還有回家啊 回家 沒有沒有 我睡 那我想說龍翔大哥說 那沒關係 你睡一下這邊 我睡一下嘛 睡三個小時起來 本來想尿尿的說 來 你起來了來來來 再繼續玩 超恐怖的 就是一個擺明就是要弄他的一個 沒有 後來就是 我覺得還有台灣人一個 覺得 那個喝酒 因為一次 你剛剛講的就是吃飯 哇 跟豬一樣耶 沒有 過年了 吃 日本過年不吃嗎 不是啊 你們是問題 是我們對 當然吃 但是就是你們台灣人 就是起來開始吃年菜 吃吃吃 然後就睡一下 起來吃吃吃 沒有其他的行程嘛 不是 但過年就是可以放縱啊 只有過年才可以這樣 因為每次都這樣子嘛 以後每次就是很沒關係 過年嘛 過年嘛 永遠都被那個 永遠都叛啊 鬆下來 那不然日本的過年怎麼過 一樣啊 就是因為我們過年 就是一月一號的時候 就是大家一直年載嘛 日本的年載 吃完的時候去那個廟裡 是拜拜啊 還有就是 因為我鄉下人跟台灣一樣 跟台灣的南部一樣 就是大家比如說去東京的人 回來嘛 所以大家一起集合 就是聊天啊 開車出去玩啊 但是台灣我的印象啊 我台中的時候 哇 一直在吃耶 我知道你們是很有熱情 我去那個台中一個朋友家 哇 一樣 吃不完喔 已經吃到很飽的 但是結果那個阿姨 我們不但有熱情 我們還有食量 我們真的吃得完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問題是那個時候 已經我吃完 大家很飽 但是他 他為了我準備了烏龍麵 哇 那一定要 對 因為他說 欸 欸 夢多 你是不是就是很懷念日本的菜 哇 他特別就是準備煮給我吃 那一定吃完嘛 你知道多成嗎 我就猜到找別人 啊 真的要學習好好吃喔 我快哭了 你說我們台灣過年沒有別的行程 我告訴我們行程多得很 對 除夕完 吃完飯 最重要的什麼 就是 對 對啊 是不是就一定要賭博 小賭怡情 對啊 你們有嗎 你們有賭博嗎 我們日本沒有 我們都是玩小賭博而已 那你來台灣有賭博嗎 有有有有 那個 有一次在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這個 這個 那是什麼 這什麼 菜子 Skara 對 那個很恐怖耶 哇 飾飲好快喔 然後就是朋友說 沒關係 小玩啦 一點點就是玩一下玩一下 結果開始哇 晚一點就開始一直在飾 就開始就是肚比較大 哇 那一天我飾兩三萬 你算有錢人耶 輸兩三萬 那個性啊 就我不想輸給別人啊 我就是一個被抬轎子的故事 這個點有點奇怪 因為德國人也很愛玩桌遊嘛 像打牌 這種遊戲 德國人也是愛玩 桌遊 這個我們這個算桌遊嗎 桌上遊 這個也算桌遊嘛 這個不是遊戲的一種啊 對你們來講 那個是一種 呃 賭博 打牌的比賽 像如果一個人贏錢輸錢 你們都 啊 德國人會覺得好玩就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賭錢 籌碼不一樣啊 但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跟自己的家人賭錢 這個很奇怪 其實那是好玩 最後搞不好 那個輸贏已經不重要了 對 對 一個人一定會哭 一定會抱怨 哦 輸了好幾千喔 男人一個人 哈哈 那是以為你們贏了世界盃 如果你們青年輸 我相信你的表情也是那樣 哈哈 說得好 好在意輸贏 我跟我的女友 嗯 輪流玩 因為她跟她的親戚太多人 只能四個人玩麻將嘛 所以可能我一輪 她一輪 那她玩了一陣子 她贏了很多錢 我說哦 換我 OK 好 結果我輸了她贏的錢 她氣死了 你不會玩 你就不要亂玩啊 你就不要玩啊 你就跟我玩就好了 哦 這個 哦 那怎麼辦 你會玩麻將啊 會 但是沒有像她們厲害 她們真的比較 請問國外有麻將這種東西嗎 沒有 其實 日本有 有吧 美國也有在玩啊 美國有啊 華將應該就在玩吧 我有看過很多 不是說華人喔 是外國人的 有英文版的 有很多美國的老太太會玩 然後上面就是像她的那個 就是我們平常寫中文字 比如說英萬 它上面就會寫一個 英文字代表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參加那個過年是在 我應該是1月15號到了台灣 然後我過年就來了 差不多1個月 那時候我完全沒有什麼外國朋友 然後我老闆就說 沒關係 我不要哭啊 然後我朋友老闆就說 你要不要來我家吃飯 然後說好啊 他說很好很好對不對 很開心 好 我們去那邊 他我不知道那一天為什麼 特別煮火鍋 就是 就是 煤爐啊 大家團圓 中國人會吃火鍋 吃火鍋是團圓的意思 而且又可以很暖 在很冷冷的地方 人家還願意找你耶 反正那煤爐都是自己家人 對 是喔 非常多 反正我都很開心啊 吃吃吃 然後玩完 好 然後就 他們整理完之後 那個 我老闆的姊姊 拿出來 一大包的那個零錢 全部都是零錢 然後想說 他說 我們可以玩一些遊戲 然後就說好啊 他們就教我 西巴拉 什麼那一些遊戲 反正我們玩了玩 然後我 贏了一大堆錢 我好開心 我想說 我今天 這也可以代表我的幸運 因為我完全沒有什麼紅包 然後說好開心 好 我們玩完之後 他拿了那個袋子 然後把所有的錢收回來 對啊 你到底說那是HONOR 不關於錢的事情嗎 是因為你贏太多了 是這樣子嗎 沒有 但是我覺得 他們就說 沒有 我們每年都是用這些錢 你可能誤會 這個就是台灣人的熱情啊 是啊 就是騙我們黑人就對了 好玩嘛 玩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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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而已了 對啊 你們明明就是被騙 還是你們又壞朋友 因為 我之前我有賭錢的時候 我贏了大概三千塊 他們都被我拿走 因為他們看你那麼可憐 你們就是本來的西亞都 你們被騙 三千塊就算了 你那麼可憐 你贏錢就不能拿走 美國跟加拿大不是兄弟國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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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你自己有賭博過嗎 在台灣 有有 然後我們也玩骰子 那種有一個玩 然後有一個人 他會丟骰子 然後如果你的數字 比他還高 那你就贏錢 剛開始的時候是五十塊 然後又要賭又要大 然後可能一百兩百 最後還有人賭一千 然後我最後一次也賭一千 結果總共贏了三千塊 還可以拿走 還可以拿走 不錯喔 中戒指還可以拿走 聽到這樣子 杜力跟霍少侠 又覺得很心酸 贏的錢不能拿走 對啊 如果你贏到你爸爸的錢怎麼辦 拿走啊 拿走啊 對啊 那你有小孩 贏到你小孩的錢 你會怎麼樣 除了拿走 還從太太皮包再多拿一點 是啊 沒有 台灣人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如果這個長輩是阿公阿嬤 爺爺奶奶 你贏他的錢 你可能會再塞回去給他 對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就拿走就對了 如果是為了孝順 都故意放炮啦 故意給他吃錢啦 對 讓老人家開心 對 他們很迷信 他們覺得過年的時候 一定要有好的手氣 所以要讓他們贏錢 一整年都會運氣很好 對 不過聽說 外國新男對我們很多事情 覺得很懷疑 像我們都覺得 過新年就要穿新衣戴新帽 對啊 你們的規則真的很多 小學課本上面寫的 難得放鬆嘛 一年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可以放鬆 對啊 但是如果我想早睡 也不行喔 我一定要到半夜 要 要押睡啊 要押睡啊 不要老了一睡這樣 還有新的衣服 那是 我懷疑那個是新買的衣服 還是洗好的衣服 新買的衣服 新買的衣服 我特別為了那一天買新的衣服 對啊 新年新氣象啊 那賈斯汀怎麼辦啊 對 很窮沒辦法 對啊 所以他是美國人 他也可以去支援回收箱去拿 這樣子的話 他是新的衣服 對他來講是新的 因為以前在台灣 大家過得比較貧窮 不會每天買衣服 可能只有過年的時候 才會買一套新的衣服 所以就說要過新年的時候 要穿新衣戴新帽 而且還說一定要洗澡 對 洗澡每天會洗澡嗎 你是不是一趟禮拜洗一次啊 你十二 十二點以前 就要先把澡洗好 對一間新年 你不能玩到過十二點再洗這樣 以前的生活比較困苦 很多 所以這件衣服不能穿過 他就是要第一次穿這件衣服 就全新的 對 內褲襪子都是 通透都是嗎 都是喔 一整套 你們真的會這樣子嗎 真的會這樣子嗎 你們真的都會這麼做嗎 我們會啊 整內褲這樣會這樣 對啊 到現在我們家的爺爺奶奶 還會幫孫子預備新衣服 尤其是長輩幫孫子預備 那個意義又更大 我寶貝不是才剛出生嗎 我已經幫他把過年的新衣服 已經買好折好放在那裡 對啊 這是祝福 都已經準備到十二歲了 長輩的新衣服 長輩的新衣服 伊拉克有這個習俗嗎 其實我發現啊 那個歐美他們都聽不懂 就是亞洲人的那個過年 對 我們也是說是亞洲人嘛 對不對 我們過年跟台灣的很像 真的是很像 但是我們在3月21號 會過年 你們好晚喔 3月21號 然後我們穿衣服也是 要穿新的衣服 跟台灣很像 新的衣服 對 要洗澡 要去哪一個床單這樣子 然後淘在身上啊 沒有很 你們衣服都是這樣子 不是嗎 不是這樣子好不好 床單啊 淘上來就這樣 這樣子就好嘛 算這樣子啦 對 但是我們的不一樣是這個 就是我們這樣會唱歌 對 我們過年的時候會唱 一直唱一直唱 然後吃也吃很多東西 音樂這一塊呢 我覺得 那個 中國過年啊 台灣過年 都是屬於熱鬧的音樂 對 然後對於歐美來講 聖誕節就是他們團圓的日子 但是他們的音樂都是 溫馨 溫暖的 這是差別 而且我們從要過年前一個月 所以就開始大賣場啦 所有那個什麼百萬公司 就開始放啊 開始洗澡 一直放啊 我真的發現台灣人 比較西方 那個熱鬧的那個地方 你看喔 你們是 1月1號的時候也是嘛 101 哇 哇 然後那個一樣的 Merry Christmas 哇 然後Cone說 Cone姿姿哈哈一樣 對啊 我們生孩子的時候也 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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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你們的電影裡面也一直在哇 哇 哇 你們那邊綜藝節目都 哇 哇 一樣 每次 每次很多台灣的朋友問我說 你們那個日本人啊 節目啊 吃個東西 很好吃 很歐巴 你們一樣 你看 哇 好香 好好吃 天啊 那你會在節目上說 這個好難吃喔 那個是我 那個是我 不好意思 沒有 我們日本人 比了比了說 比較安靜的過 就是人就是 跟大家好好感受 現在的氣氛 所以你們在家裡 都不說話的過年 會啦 會 但是就是說 比較沒那麼動態的過 你們是哇 走走走吃飯 走走去外面 唱歌 不是 我們是就是在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壓抑 你們自己的 你說 所以壓力很大 所以來台灣啊 哈哈 我們歡迎你啦 哈哈 然後還有一種東西 也是外國人不懂的 紅包 對啊 我記得我以前在打工的時候 我們的股東裡面有一個 是從美國回來的ABC這樣子 然後那一年就是 所有的股東喔 我們總共有四個股東 四個老闆每一個 就是有三個這包 紅包給我們 然後就那個股東 就堅持怎麼樣都不包 你怎麼如他說 你一包兩百也好 說不包就不包 他說我是從國外回來的 國外沒有這個習俗 對啊 所以你們在來台灣之前 不知道有紅包這種東西嗎 完全不知道 我們有 蛤 我們也是有 你們也是紅色的嗎 不是黃色的 一定要黃色的嗎 紅色 紅色 對對對 可是我們不是黃色的 還是會給錢 對像是給錢 那你們用什麼東西裝 呃 都是白色的啊 跟日本一樣 日本也是白色的 白色 但是白色上面 有金色還有紅色 這個部分跟你們很像 只是那個 只是顏色白色就對了 然後 主要的是 應該是 小朋友 比如說 比較台灣的話 你看喔 如果我有一次 記簽下的時候 哇 好多小朋友 本來想說 因為我跟他們不熟 但是就是 我給他們紅包 是好像一點點理所當然的事 但是在日本的話 就是說 比較熟的 比如說 跟親戚的小朋友 我可以給 然後就是 有一次真的嚇到的是 大人也會給大人 對 對啊 就是那個前輩啊 我有一次那個 包圍明的歌 我跟他們就是 過年的時候 那時候阿布也在 然後就是我們也玩一玩 然後就是 那時候 他應該是故意的 跟我們說 玩遊戲 就是賭錢 因為他應該是 我們不好意思拿 他的紅包 他就是 故意的輸給我們 一直給我們紅包 沒有 在台灣是 長輩包給晚輩都可以 大人很正常 其實他是不小心輸給我們的 沒有 送黃包是一個很好的文化 因為在國外有時候 我們聖誕節 或是什麼的 就要趴阿姨啊 給你什麼爛的禮物 比如說 娃子啊 或者什麼的 給我錢就好了 我去買我要的東西 對啊 我的景點 我看到的就是 一點都不誠懇 就 謝謝 OK 去看電視 然後都不會真的 給他們一點愛 就沒有真的很喜歡 而且之後突破還好意思把他們的錢拿走 很好笑 這個就要問有小朋友的 Julie姐 你們家小朋友拿到紅包 是很誠懇的說謝謝嗎 還是就轉頭又趕快看電視 基本上他們會拿一下那個紅包 看重量 表示誠懇 好誠懇 誠懇 如果很輕 他們就說謝謝 那如果很重呢 這個紅包很重 謝謝 很感謝 你可以從他們的語氣裡面知道 這對紅包大海笑 那百榮你們家的咧 我覺得我們跟長輩還是有遵守 我們拿紅包的時候要磕頭 就是孫子拜年 要先跟長輩爺爺奶奶磕頭之後 爺爺奶奶再給紅包 這都是一直延續下來的 那如果真是爸爸媽媽給的咧 爸爸媽媽就是給 也是磕頭 也沒有磕頭 就是平常給這樣子 他們也平常接受 那你說外面的 外面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給 那我們帶出去之前 我們就會先講好說 你一定要很誠懇的跟人家說謝謝 而且你不可以立刻把那錢 抽出來數 有些真的 你拿給他那小孩 就直接拿出來這樣看 很美麗 然後就說媽媽你看六百而已 這樣子 媽媽妳看六百而已 當場傻眼 我比較好奇 紅包拿到手之後 是歸你們還是歸小朋友 當然是歸... 我們啊 這你不懂 我們有一個傳統有一個習俗 小孩子摸到錢會生病 對 錢很髒 大家都會摸到錢 所以紅包拿到要給爸 有哪裡的習俗 就是我們一般家庭的習俗 是喔 有這種習俗 有一點好奇是台灣的紅包 我記得是兩百 接下來是六百 六百 然後現在是八百 都是偶數 沒有八百的吧 一千的 就直接跳到一千 一千 因為我們外國人不知道這個規定 所以就是我一開始想說 小朋友嘛 就是那個我去南部的時候 給一百塊就好 不行不行 兩百 要兩百 兩百 但是兩百有十個小朋友 就兩千塊耶 對啊 那你可愛生啊 你可愛生就可以要一點回來 對啊 真的很恐怖耶 就有一次去南部 而且還有給張伯 因為那是我去女朋友家 然後他的外公 好像就是也是很傳統的台灣人 然後就是 我抱多少幾千塊 好像是抱幾千塊 然後還有給很多小朋友 本來是兩三個小朋友喔 然後他們知道我給紅包的時候 我變成二十個人 從哪裡來的啊 不是你就發嗎 因為搞不好裡面有一兩個 是你的 喂 沒有 現在講說是你們發紅包 有拿過紅包的經驗嗎 我有 那收到的時候覺得 不能看有多少錢嗎 對對對 不能你現場看不行 那是不禮貌的行為 那我第一次真的是錯了 我第一次在台灣過年 我不知道 我就收到紅包 其實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所以我就看一下 有錢耶 然後就是爸爸 就是我老婆爸爸 跟媽媽給我的錢 對啊 岳父岳母給的 對對對 那個時候 我們他們還不知道 我是他的男朋友 我就在他們家 然後他們 我覺得他們人很好 因為他們真的有給我錢 就以為我是普通的美國的朋友 然後來到他們家 然後那個阿公也給了 可是我就在看耶 好多錢喔 真的很開心 我真的不知道不行 杜立白人都這樣嗎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他們為什麼 都沒有送紅包給我 你都沒有拿到嗎 對啊我沒有 你來很久了耶 對啊 只有在澳門有拿到 在台灣我都沒有拿到什麼紅包 澳門那個不算吧 有啊 你那個是 澳門是 你去叫 是什麼樣的紅包 什麼場合人家給你 就是每一個人 就是比你年紀大的人 他們都會送一個紅包 也是過年的時候嗎 對啊 過年 那一整個禮拜 可能是一包20塊港幣這樣 或是50塊港幣 那是小費那不一樣 那一種我常常拿到的 對 那是紅包在台灣沒有 沒有人要送我耶 我每次都有拿很多 但是我都沒有給過 你每次拿很多 然後都沒有給過 都沒有給過 那是誰給你的 女友的家人啊 女友的家人都會給 但是我不給 我沒有給 你這樣子沒有給算不算沒有領數 你碰到小孩還是有收 小孩啊 因為親戚一定會有小孩啊 那你看到小孩都給很奇怪 你如果不想包200 你就包個樂透也好 現在很流行包 一張樂透小孩 50塊買一張樂透對不對 對啊 從來沒有想過外國人 都這麼計較錢 對啊 我們以為他們都很 慷慨大方了 人家是說過年 討個喜氣啊 拿個紅包 是啊 都完全不給人家祝福的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們外國人真的不行 這樣子不行 被人沒禮貌 就是我們聖誕節 你們都尊重我們的聖誕節 對不對 哪裡不尊重聖誕節 我們都有聖誕節 交換禮物耶 我通常一次就是在我朋友講 沒有看到那個聖誕樹啊 或是那種禮物在下面 就是沒有這個東西啊 然後沒有送到禮物啊 大家一起去吃飯 其實在國外我們都會 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可能是 又買對方一個小禮物 或是什麼的 對啊 在台灣就吃吃吃 不然你這邊是台灣啊 有事嗎 所以咧 我們是外國人啊 所以我們在台灣就是安靜 但是你們只在台灣啊 你也都在台灣 對啊 所以我尊重台灣的文化啊 所以他有寶紅包啊 你有這張嗎 寶紅包有尊重 但是也有一種就是 過年的時候一定要拜拜 對 那要不然就要點 是點光明燈嗎 有光明燈 有平安燈 也有安太歲 對 什麼時候要安太歲 安太歲是一項民間習俗 當太歲運行到 某個生效的位置 屬該生效 及其相對生效者 為了擔心觸怒太歲新君 對自己不利 就會在那一年 祭拜太歲新君 以求得保佑 以陽年為例 今年是屬陽的本命年 作飯太歲 而生效屬牛的 則是正宗太歲 屬陽和屬牛的朋友 今年不妨到廟裡安太歲 求個平安喔 我24歲的時候 然後我去住在 宜蘭郊西朋友的家 然後他就說 你今天要24歲 那你一定要去安太歲 我說好 那試試看 就接觸一下台灣的文化 結果沒想到 我們去哪個廟裡 還有付錢做一個 我不知道我有做什麼 所以我有點覺得 是偏見的感覺 我都不知道安太歲的 道理是什麼 還是安太歲的意義是什麼 安太歲的作用是什麼 保平安 保平安 因為如果你有犯到太歲 表示你那年可能 比較容易受傷啦 可能遇到小人 我剛剛要騙錢的意思嘛 OK 我懂 保平安啦 日本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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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本的說法是什麼 差不多啦 就是說要去那個時候 過年的時候要去拜拜 不然就是那一年 對 講得沒錯 就是有感人 比較容易受傷 遇到問題啊 對 好像是十幾年一次吧 好像我是三四年前 對 就是不是每一年都回來 就是每個人看你幾歲 輸什麼 對 輸什麼 我是猴子嘛 接下來這個我完全沒看過耶 塞珠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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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珠宮是什麼 塞珠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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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不知道我們要幹嘛 就是要去一個廟 因為我們都 在台灣到處都是廟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 突然就看到很多人 就是一個parade過來 然後又聽到那個 唆合的聲音 然後我非常討厭那個 唆吶的聲音 所以有點想躲起來 我覺得很吵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好像是一個低潭 或怎麼樣 我覺得 哇 好多顏色 這是什麼 老婆說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地產吧 然後就看到 她一過來 我就 好像有個豬頭 豬的鼻子在 然後我就 是豬 豬豬也 很多顏色 你要看到她的鼻子呢 她耳朵 怎麼可能鼻子這麼小 這個有點像Angry Bull 她的身體嗎 這真的是豬嗎 這感覺看起來好像是鸚鵡喔 她裡面有換氣嗎 不然怎麼可能這樣這麼大 沒有 她真的是把他們養得很肥很肥 那賽豬豬到底要賽怎麼樣比賽呢 比重量啊 對啊 就是最可以 是比重量啊 對啊 就是最胖最好 最飛最好 對 應該是這樣子的 我們自己都沒看過 沒有看過 請問四位有看過嗎 沒有耶 我問浩西他側面是什麼樣子 都在新聞上面看的 我連新聞都沒看過 所以我們有五個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對 除了這個習俗之外 過年還會有一些現象 比如說塞車嘛 對不對 到處你去哪裡都好多人 好多車 沒有喔 台北市完全是沒車的喔 喔 對 台北人會比較少一些 台北什麼時候車最好開 過年喔 過年的時候 對 過年最好啊 可是之前呢 我是去台中去陪我的那個女朋友過 過過年啊 那在那邊 所以不是過年 過年啊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下去的時候 就沒什麼事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是在過年 好像前一天下去 那後面我們是 因為禍端的關係嘛 我們回來是過年的最後一天 沒有想那麼多 我們女朋友說 應該要早一點起床去 去離開 可是也沒有說為什麼 我就沒有想到 我們真的 在那個高速公路 花了大概 五六個小時 從台中回來台北 真的是下車走路真的比較快 然後在這個車上 可能是喝一個飲料 或是什麼的 真的要在那邊忍啊 就是擋到休息站出來 才可以去上廁所 這是很誇張 平常兩個小時就可以活到這個 六個小時就很厲害 而且呢 你知道過年的時候 因為塞車嘛 對不對 大家都在車上 那個火氣就起來 就一定很大啊 所以我們從來 平常都不吵架的 我們就是只有過年的時候 吵了一架 就是因為剛剛六月 妳講說什麼時候 台北最好開車 就是過年的時候 都很空嘛 所以我就自以為 覺得說 那到處應該都是長這樣子囉 所以我就自己提議說 老公 那我們就帶小孩 去那個六福村好了 然後我們說 好好 蘇莉姐妳是從來沒有到過外縣市嗎 我真的 我連板橋都沒去過 真的假的 所以我一直想說 大家應該都長這樣子 怎麼會想去六福村 對 我就想說 好嘛 那去六福村 那我老公就說 六福村妳確定 我說確定啊 我說難得放假 你看妳也放假 我們就帶小孩去 也不多 我們從八點開始出門 我們下午兩點 還沒到六福村 還塞在那條小路上面 六個小時 她整個火就起來了 她說你看吧 過年那個時候 妳就一定要出來這種地方 那我也是好業 我就說我怎麼知道過年會塞車 對啊 小孩想玩啊 對啊 對啊 可是我們最後真的還是硬開道了 因為我就是很火 我說既然都來了 我一定要玩到 等一下四點就關門了 不是妳就進去哪個門票 就關門了 對有做了兩個 漂亮喔 欸有趕到 然後妳晚上十二點才又到台北 又到家 差不多 後來回來還繞去基隆啊 玩了一下才回來 可是就是一路上大家都不開心 白柔妳這樣一直搖頭 妳也沒有好到哪兒 過年還不是吵起來了 還是會吵 但是我是 我沒有出門 然後我們就是待在台北 不用出門都會吵 更誇張 其實是怪我自己啦 因為本身我對這個廚房不是很熟 所以到過年出現 妳對什麼熟 對 除了熟 對啦 手機 幹嘛外面還要出聲音 手機 對 3C比較 對 那妳也知道我們家維琳姐 水電工那些 維琳姐那麼會煮 喔 那又再加上我婆婆 那那個狹小的廚房裡 怎麼容得下我呢 對不對 我就自知之明 我就到外面客廳去坐著 好 那我就想說我在裡頭愛手愛腳嘛 然後呢洗碗也不是 婆婆就要用 就洗菜 連洗碗都不會啊 對 就是感覺很愛手愛腳 那我當然自己就退到後面來了 我就到了客廳 結果公公就突然走出來 然後就說 欸 白柔妳沒事 妳要不要唱歌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一個妖怪 這個是被加力 董婆婆在做菜 對 大姐在洗碗 公公在點台的意思嗎 公公就是說有卡拉OK開著 也是開著嘛 一直放著賀心臉 一直放著賀心臉 也有點煩 娛樂一下大家 對 就說那不然妳沒事妳就唱歌 那公公說了 我們就照做囉 對 歌本拿出來就開始點歌嘛 就開始唱唱唱唱唱唱 妳這樣廚房裡面的人會不會更賭難 對啊 對 人家弄得大力汗小力汗 由頭夠面的 百龍咧怎麼不來幫忙 他在外面唱歌 跟誰 你老公 會不會心生不朽 沒有 這時候我老公還沒有發現 等我老公慢慢走出來之後 發現 我在唱歌 他整個就來活 就把我叫到旁邊去 就說妳有沒有搞錯 妳也進去幫個忙 妳怎麼會在唱歌 我說可是是爸爸叫我唱的啊 對啊 對 我就覺得我沒有錯啊 有任務在身啊 爸爸叫我唱 我不要違背他老人家的意思嘛 對 我就唱 可是老公就覺得我就是不夠聰明 然後又什麼都不會 所以就在除夕夜我們就吵架 然後吵到就真的整個除夕夜 兩個人都不講話 然後公婆也就是非常的尷尬 然後一人坐一邊 然後他們還要大家還要當和事老 所以你們這個婚姻可以稱十年 也是不容易 這不容易對不對 可是我是很孝順 我公公叫我唱歌 我就唱歌給他聽啊 對啊 有錯嗎 妳有先問過婆婆嗎 好的媳婦才會做的事情啊 是不是 對啊 不只他們這個吵架 我們有外國夫妻吵架 對 我 對啊 就是為了錢 為了錢 對啊 因為在過年的時候 聽起來合理啊 我 什麼 為了錢 對是為了錢 你知道光明燈嗎 光明燈 你們知道嗎 知道 光明燈是你可以點一個光明燈 然後就可以 好像是保護你 這整年 這年可以保護你 所以我老婆去廟裡面 然後她要點一個光明燈 然後覺得 她說應該好 好 可以啊 然後她跟我說 那我要一千 一千 好像是一千兩百塊 我說一千兩百塊 為什麼要那麼貴 他說 就是 就是要這麼多錢啊 我說 可是我覺得 就是還蠻多錢 我已經覺得她在廟裡就會 我自己覺得是亂給錢 我每次要去就是給錢 給錢 然後我都沒有說什麼 因為是小錢 可是這一次就是一千兩百塊 我覺得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然後她就生氣了 我們家點也 就是全家的也是八百啊 那個是蠟燭嗎 還是是墊的 它是一個墊的了吧 它是一個燈 牆上會有那個燈 它上面會寫你的名字 然後她把那個燈打開 就代表那個 你幫你點好的光明燈 對 我家裡就有很多墊啊 你們幾個人 我算你們一個人五百塊就好 一個人五百塊 好六折 對啊幫你們弄 派傑過年要跟誰吵架 那時候是跟女朋友吵架 對啊 對啊 為了什麼事啊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不是很懂國內的事情 然後她有大概跟我說 就是陪她去找她家人 那時候已經陪了大概三天 已經吃了很多 可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喝 然後在她阿媽家在那邊 就是其實久了 我們外國人可能是有點不懂 會覺得有點無聊 然後那時候在前面 有跟女朋友就是安排好說 我們要出去玩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當老師 我們很不容易就是離開 去放那麼多天 對 然後又跟她安排說 要去南投去玩 就是我們兩個 那時候就是 變成說她家人 就是要我們留下來 然後這樣子 然後她也不好意思跟長輩 解釋我們要出去玩 那變成說 就這樣子過啊 然後又沒有辦法出去玩 我們時間就是已經排滿了 在台灣很多人也沒有時間回家 對啊 只有過年的時候才會待在家裡 是啊 對啊 我知道啊 可是就是以我們的想法來說 就是那個是應該是 我們可以出去玩 難得有那個時間 還好塞車你就開不到那個地方 是啊 對啊 那傑森你也炒過假 對 我想到我過年的時候其實 就是喜歡放炮跟喜歡玩洗吧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也差不多才十歲 但是我表弟差不多八歲 那時候大家吃完飯的時候 我們就拿個碗 拿三個骰子就到房間去玩了 那我問她她會不會玩 她說她個性就很強 我當然會啊 那我們來玩就二十二十比 然後我就丟個六點 我丟個好像兩點 然後她丟個六點 我就說我贏了 她說為什麼 我兩個六啊一個二啊 然後她說 好 我就知道她不會玩了 所以整個下午都是 我把她所有的紅包錢都贏光 然後她已經玩到 因為她個性又很強 然後她一直輸 我就看她一直在擦眼淚 因為 好可憐啊 對啊然後她就 她就說我怎麼可能每一把都輸 然後我就說真的啊 反正今天你運氣不好啊 我就一直贏她 然後我後來我把她錢都贏走 我要走的時候她還抓著我 說表哥你不要走 然後 然後 我要翻本 對啊 再讓我玩 像我借你錢 然後 然後我就不行 我說今天不可以不跟你玩了 我人要走 好壞 然後她就跟我吵架 然後我說你不可以這個樣子 你不可以走 她要哭 那時候我也十歲 然後我也搞不清楚 後來我隔天想一想 我就覺得 過意不去 然後 隔天我就把錢全部管她 你從小就賭心堅強 十歲都開始賭了 天啊 對啊而且還炸賭耶 真的 但是過年都是我們台灣人 本地人自己玩得很開心 外國新男其實好寂寞 因為他們都說啊 想過的年出去外面吃飯 店都沒開 想去朋友家 人家都回家過年了 對 所以他們都一個人 好可憐喔 夢多 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之前住在台中 然後台中的話 過年的時候就是 很熱鬧很多人嘛 就是夜市啊 什麼都有 然後那一年我第一次上來台北 然後 我一上來台北的時候 住在東區 然後東區 通常很多人嘛 很熱鬧 結果哇 那個時候 過年的時候 門打開 沒什麼人 而且那個時候 七八年前 那 七八年前呢 你現在是 就是台北很多那個 百貨公司啊 過年有開嘛 那 還有就是很多店面的店有開 吃的也開 但是那個時候 只有七八年前跟麥丹娜 對 所以很寂寞 然後後來發現 後來發現 哇看到 啊 原來日子台北人都是鄉下人 對 我遇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剛來台灣前兩年 就是頭兩年都跟女友過 在台南 那就那邊很熱鬧 那後來分手了 我就第一次一個人在台北過 過年 我想說沒關係 一個人也好啊 我不想 我沒有特別規劃 我要幹嘛 我也沒有問朋友 結果 那個禮拜 每天 兩三餐都吃便利商店的 都是一個人 沒有別的 對 那邊的 除非高級餐廳 什麼餐廳都沒有開 路邊攤都沒有開 我想說 那就每天這樣子啊 我想找朋友打球 也沒有人在 大家都離開了 不是 對啊 夢多你剛不講你想要安靜的過年嗎 讓你很安靜啊 沒有人來吵你 不是啦 怎麼樣 你嫌我們過年太熱鬧太吵 是不是 不一樣 我的意思是 因為我很愛台灣嘛 那我已經在習慣在台中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玩得開心的過年 那一到台北的時候 欸 沒有人 然後真的發現 哇 台北其實很多台北都是鄉下人 對啊 會不會跟過年沒有關係 是人緣的關係 所以 他們不想找我就對了 對 好吧 第一次在台灣過年 我那個時候在木叉 學中文在政治大學 然後我也不知道台灣的過年會怎麼樣 結果我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 真的是空的 什麼人都沒有 我朋友我朋友都沒有 都沒有人 然後我有打給我朋友說 你們就是跑去哪裡 他說那是過年要回家了 結果我去7-11買東西 然後這7-11什麼都不能吃了 我就吃那個涼麵 涼麵配那個茶葉蛋 就這樣 好寂寞 我吃了一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 然後結果那個 講得我都餓了 對啊 每天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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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在7-11裡面那個 員工嗎 在裡面工作那個 員工 後來變我好朋友了 他說 要不要吃那個涼麵跟茶葉蛋 幫你準備好了 都知道你要吃什麼了 聽起來好淒涼 真的啊 好可憐 杜力也是吧 對啊 我覺得至少你們是一個人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我媽媽跟我姐姐 特別從美國飛過來 真的 我第二次 第二年的 真的 中國新年嗎 對 他們就是選過年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當英文老師 你那時候不知道的情況是會 我完全不知道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 搶到很多火車票 然後我就是決定 我先到台北 然後從華蓮去台東 墾丁 高雄 他們都陪我兩個禮拜 我超開心 買好 所有的車票都買好了 然後我知道我媽跟我姐姐 因為他們非常非常的 調食 現在要講嗎 調食 調食 他們也什麼都不喜歡吃 我媽媽她拿過來 一個心理箱 裡面都是水 還有一些那個 然後一大堆那個 那些 罐頭食品這樣子 她從美國提水來 從美國 對 對 因為她就是 我媽媽她 我不知道 這些黑人到底有所問 對 這些黑人到底有什麼問題 因為台灣這麼不進步嗎 這個黑人女生 她真的怪怪的 不是她就是這種人 然後就想說 好 沒關係 反正我知道 就是 我們慢慢玩 就是她會越來越習慣台灣 這個環境吧 然後我們就開始玩台北 第一天她就說 沒有什麼我可以吃的 然後就吃那些餅乾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吃7-11 她7-11 她一直說 很臭很臭 她都是覺得那個 茶野蛋 她那個觀眾煮都很 就是那個味道很臭 那個芭蕉的味道 蘿蔔的味道 所以她在7-11裡面可以吃的什麼 那個巧克力 還有 Doritos 好不健康喔 就是這兩個東西 因為至少美國有這兩個東西 她知道 應該是有一點安全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開始玩 去花蓮 完全沒有什麼可以吃 台東 那我就想說 至少我們回到嘉義 我可以帶她去 我覺得嘉義最好吃的一些麻將麵 或是雞肉飯 那些應該OK吧 應該OK 結果什麼都沒有開 我們坐計程車到那邊 沒有開 然後她想說 不然我帶你去吃一個 這裡附近有一個牛肉麵 我們一起去吃 我要介紹台灣好吃的一些東西 坐計程車去那邊 也沒有開 好糟喔 那她說不然我們就是走一走 找一下 這裡附近 說不定有什麼我們可以吃的 結果我們最後吃的一樣 就是麥當勞 她來台灣 那兩個禮拜 只有吃到麥當勞 還有肯德基 還有7-11 OK啊 這些東西美國都有啊 對 所以你媽媽應該很放心啊 也沒有 因為她就是覺得 她來到台灣 你有沒有吃過什麼 都沒有什麼特別 就像我們到歐洲去吃滷肉飯一樣 心情也會很糟 不過Jason很好啊 過年的時候會請朋友到你們家去聚會啊 對 因為我覺得 有很多 像我國外回來的朋友 像之前有一個她是 國籍是在廣東 但是她在紐約長大 所以每次在紐約過年的時候 她也是像 大家在台灣過年那樣子的氣氛跟家人 然後可以團圓吃飯 但是她那一年剛好是在台灣 工作 然後也沒有什麼朋友 跟我們算走比較近 然後我就看她過年的時候很沮躁 我問她要去吃什麼 她說沒關係我在家就可以了 我就請她來我們家吃飯 我們就剛剛像我們所講 我們就喜歡熱鬧 大家一起來熱熱鬧鬧 像我那個廣東國籍住紐約的朋友 雖然現在沒有聯絡 但是每到佳節的時候 過節的時候她都會傳訊息給我 因為她都很記得那段過年的時間 是我們家招呼她 所以這個感情就是一直都還在那邊 可是我覺得她們講的那些例子 都大概是幾年前啊 你不覺得這幾年其實手機方便了 你只要在臉書上面一PO 晚上要不要唱歌啊或幹嘛的 一堆人回應 或者是今天要不要打個麻將 然後就一堆人回應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回南部 所以現在過年不打烊的地方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啦 餐廳也都開了 聽說你老婆很迷信啊 過年的時候都不能關燈啊 對啊 對啊 有這個心態 我們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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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燈要全開 對 就是在除夕十二點的時候 對 我老公就會說把燈打開 然後燈全部都要打開 每一個房間 每一個燈 只有燈的地方都要開 都要開 我們家是客廳那盞燈 都不會關 一直到隔天 對對對 我們也會開著 對啊 那目的是什麼 我們車子要發動 車子要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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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的說法是說 因為十二點之後 我們就要贏財神啊 贏神啊這些 所以你要把燈打開 他們才看到到家裡都亮亮的 很熱鬧這樣子 他們才會來 也就是說如果燈光暗的話 神明也看不到就對了 對 他就覺得看不到 這裡家應該沒人 就不來了 就是 飛機飛到空中 你那個跑道燈一定要打開 沒錯 不然它怎麼降落 那這樣的財神 一定不會送錢給杜力啊 因為我這樣看不到他 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已經夠難過好不好 現在過年 我都沒有什麼朋友 來我們家 都招待 人家也說過年期間不能打掃 不能丟垃圾 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麻煩耶 真的 而且我們家是羊貓 所以我們有很多貓蝦搖親 然後就沒有辦法丟 然後因為台灣很悶 所以那個尾道會很重很臭 真的很可怕 而且尤其家庭主婦 你剛剛講說 我們過年一直都在煮飯 那你一直在煮飯 就一定會有垃圾出現 而且是 有些菜啦 水果皮啦 魚啦 骨頭 那個真的四天不收垃圾 對我們來講 真的很痛苦 因為你就要找一個地方 把這些垃圾都收集好 那你怎麼樣弄打開 就是會有味道 所以其實我心裡都是在想說 除夕那天打仗一樣 就是你趕快把東西切一切 水果皮趕快丟一丟 然後你就在那邊算 還有兩天 還有一天 明天收垃圾 其實有個方法 如果冰箱夠大的話 初一先冰冰箱 哇塞 它不會臭 不會臭啊 在外面 不能收垃圾 跟習俗上不能丟垃圾 是兩回事嘛 對不對 也有習俗說 好像是初一還是什麼時候 不能丟垃圾 不能把家裡垃圾丟到外面去 初一丟掃到外面去 不能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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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把財神還是什麼都掃掉 運氣都掃掉 是不錯的 是不能掃的 所以一定要在除夕前掃完 對 就是大嫂是不能掃地的 但洪百榮你這個故事是 就是在這過年期間 還有一個不方便 就是看醫生很不方便 超不方便 對因為又沒有門診 然後診所又都關門 牙醫 你知道你過年千萬不要牙痛 對 因為你知道連急診室 要找個牙科醫師來 都很麻煩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時候又更不方便 然後我們到鄉下去 然後可能吃太多 消化不良 就便秘 然後便秘喔 你到 然後我媽去 便秘到肚子痛嘛 然後藥局啊什麼的 都沒有開 你連買個什麼 小朋友灌藏的藥都沒有辦法 所以那整個過年 肚子很痛 然後又吃不下東西 然後就很想上廁所 又上不出來 所以整個過年都在馬桶上 然後就變成那個豬公 這樣子 就是在過年前 先把人生晚長給買好 什麼胃藥啦 晚長啦 你都要全備好 我跟你講過年最容易得的 就是腸胃炎 腸胃炎 因為吃很多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塞在那邊 大魚大肉的 對 那可以跟你說一下 你過年生病的話 你怎麼看病 我有一次就是跟你說的一樣 就腸胃炎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不舒服 晚上就是一直 一直在廁所裡面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要幹嘛 是過年就是不能生病嗎 要這麼高出身體 過年是不能生病的 然後那很痛苦啊 就在家裡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就打電話給潘友 他說 可能你要去急增啊 可是對我們外國人來說 急增也是 有點太嚴重了 那時候就是想說 沒有什麼其他的醫生可以去嗎 然後他就說不行 台灣人很愛去急增對不對 對 對 然後就沒有人可以照顧啊 對 那時候我也是啊 那時候就是 因為對我們外國人的話 那個急增這個字 就是有一點嚴重 嚴肅的 你是什麼症狀去急增 手抗掉 找不到啊 嚇到 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是腸胃型的感冒 或許搞不好是流感 對 然後很痛苦喔 那個時候看來台北 所以就是沒有很多朋友 沒有人照顧 那時候沒有女朋友 然後就是 而且就是不想去急增 對啊 所以那時候很痛苦 朋友都在陪家人啊 我那時候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台灣就是這樣子 練一個簡單的那一種 那個叫什麼 診所嗎 診所 他們都沒有開對不對 過年的時候都沒有 那想說那一線我就是比賽 就是那一種感冒 然後就這邊 就開始頭痛 我不知道台灣人說那一種 那一種病什麼 就是比賽 鼻痘炎嗎 說不定是這樣子 然後想說 我應該是要去7-11 買一個滋痛藥 但是那你們 7-11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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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買啊 我知道但是美國 你去哪裡 7-11 你都可以買哪一種 一包一包的可能是裡面有兩顆 四顆這樣子 但是台灣都沒有 那幾天我就一直感冒 對啊 去城市 都很脆弱啊 動不動就看病 好遜耶 沒有哪一種 我來台灣9年都沒有吃過什麼藥耶 真的沒有 自己敲一下桌子三下 對啊 OK 對 念詛咒了 剛剛提到都是外國西南 在台灣過年的經驗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四位特別來賓 應該都有在異鄉 然後沒有辦法回來過年的經驗吧 不能回來過年的時候 會不會特別想念 我覺得會 而且 因為 不管你譬如說在亞洲國家 像我那時候是在日本嘛 那 因為過年的時間跟台灣不一樣 那沒有放假 所以我就不能回來 我還在要上課 那我覺得 嗯 那個感覺就是說 你除了不能跟家裡人團聚之外 是當你接到那個電話 如果你的爸媽媽打電話來問你說 欸 現在這邊過年啊 你一個人過得好不好啊 然後你就聽到他那個 後面的聲音是他放鞭炮啊 玩賽子啊 對 你那個心整個就覺得 我好孤單喔 好想回家喔 可是你又要忍住 對 真的 而且那時候你才十幾歲 你就會有那種覺得說 我真的好想念家人喔 這樣子 可是你又不能讓他們擔心 所以就撐著這樣 對 然後就自己去外面買點東西吃 嗯 而且你知道那是接點的 因為我們通常就是 Christmas的時候就放了寒假 對 然後所有學校的同學 他們都回家過Christmas 然後你就一個人在 可能宿舍裡面 然後你們剛剛講的那種孤獨 我們也就先度過那樣的孤獨喔 有 就是大家都回家 然後我們自己一個人待在 然後沒有東西吃 然後一模一樣的 然後等到過了一月 到了二月初到一月底 就變成我們開學了 然後台灣這邊開始放假 開始過年 然後你知道每次我真的也是 到除夕夜就算算算 算大概八九點 他們吃完飯了 開始開桌打麻將了 然後就鼓起勇氣 你知道你打電話回家 又鼓起勇氣 因為你要知道這一通電話 是不一樣 因為那邊二三十個人 因為我們是住透天柱嘛 二三十個人 哇嘻嘻哈哈的 然後也是小孩子玩啊 然後電話可能輪流傳 啊誰誰誰啊 跟誰誰問好 然後你知道就是忍忍忍 跟所有的人問候完了以後 掛下電話以後就啪 就一定是立刻大崩潰 你知道嗎 那個真的心情 因為通常去是一年 大概一年是不能回家的 而且你們剛剛講說 你們在這邊 你們還有7-11 像我們那時候可能 如果是住小時候 沒有這些東西的 我還記得就是說 當我掛下電話的時候 因為沒有冰箱 我還記得我吃的是 剩下昨天的披薩 我把它放在那個暖氣爐上面 放著讓它熱了一點 然後我再吃 你知道那是吞著眼淚 把那個披薩吃完的 對 因為你也沒有車子 不能去哪裡啊 真的 我曾經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不過是跨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在出外景嘛 我大概有連續三年啊 那個倒數的時候 都是在國外 然後呢 尤其有一年就是剛好 又那時候交往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剛在一起沒多久 正熱戀的時候 然後出國工作 然後就是時間快要到的時候 就趕快打電話給她 因為我眼前看到的是 大家都很熱鬧 一對一對的情侶或是家人 然後我就是覺得 我好無聊在這邊 然後打電話給女朋友 然後女朋友 她跟她朋友也在倒數 然後就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一起五四三二一這樣 但時區又不同 所以我那邊是先倒數 然後那邊換她倒數 就覺得哇在國外 沒有朋友在旁邊那種感覺 然後又反差又很大 對很淒涼 聽起來 傑森應該在美國有華人區 所以還好 對 但是我在 我還蠻幸運的 我在美國讀書 我爸他有七個兄弟姐妹 其實有三個都是在美國 所以在我們過年的時候 其實還有家的感覺 但是我就有看到 當日的那個華人日報 那時候就有登 我姐姐跟我爸媽 那個三個人的照片 就說 唐威 韓湘琴 唐可珊 一家 樂融融 結果你是爆來的 我搞不好事會不會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明天 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行人覺得過年的時候 什麼時候最寂寞 就我覺得過年真的是 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在台灣 你沒有好好規劃 你一定會受不了 非常寂寞 因為像我第一次一個人過過年 不只是像剛剛是吃飯 我想還想說 好 沒關係 找朋友 我想去打球 所以我想去餐廳 或是去他們家 發現 哇 真的 雖然台北有那麼多人 很多台北人 都根本不是台北人 他們可能要去台中 台南 宜蘭 所有地方 回家過年 而且我也打電話給他們 他們說 不會是跟家人一起 沒辦法 或是 通常那時候還用MSN 我想說我上個MSN 想要跟在家裡 我一個人在家裡 沒關係 至少可以上線 跟別人聊天 沒有人上MSN 我一個人在家裡都不能聊天 外面也沒有人 我能幹嘛 我一個人看電視 哇 無聊似的 過年很多電視都重播的吧 對啊 除了特別節目之外 除了特別節目之外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那我想說打球也不行啊 一個人打球啊 好無聊 可是你可以看那個玩具總動員 等一下 我那時候在福大嗎 福大很多人打球 我想說去福大打球很爽 一定會有很多人 因為放假了 很難得放假 沒有一個人 我覺得放假有什麼用 男的放假沒有一個人有空 那怎麼辦 所以我決定 今年好好跟我這邊的兄弟們約會 才可以過得比較開心 我好像有事耶 會不會有了這個節目之後 笑起來還是一個人過年 沒有啦 雖然就是台北人變得很少 但是還是兩個地方 就是很多很寂寞的男生們 一個錢櫃 一個是夜店 就很多男生 男生比較多啦 就是沒有女朋友 沒有搭檔的人 然後就是去唱歌的時候也是啊 那個就是很多男生 然後每個人那個唱背上的歌 好可憐 其中一個嗎 對 自己 那你唱什麼歌 是只想一旦 是路牌 說再見 為什麼一首國語歌曲 被你唱得像日本歌呢 就是我們外國人在台灣 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你們都回去嘛 我們都留在家裡 然後第一天還好 第二天也還好 就開始第三天的時候 我開始很無聊嘛 對不對 就沒有朋友啊 朋友都出國 你一個人在台灣嘛 然後呢 我發現第三天開始 我跟妳講話耶 真的 我跟妳講話 我就說 你這要不去看醫生 這是一種病喔 真的啊 我跟妳講話 我上次說 阿里 今天要吃什麼東西啊 我說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阿里 今天要去哪裡啊 我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耶 欸 台灣人還真的不懂 他們說 那過年在台灣那麼孤獨 那妳就回國好了 回德國找妳的家人 啊 沒有用啊 我們沒有過年 家人都要上班嘛 他們也沒有空啊 可是那個飛機票很貴 但是我很好奇 你們在台灣待這麼久 難道沒有你們的朋友 邀請你們去他們家過年嗎 後來有 後來有 應該死應該死 我跟他們說 我去年真的很孤單 好 沒關係 你明天來我家 就真的有了 阿里你還好吧 你比其他國家的很好吧 因為電視上 不管是過年還是平時 都會播放你們國家的消息啊 對...沒有錯 沒有錯 你是我標的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是庫德組 沒有沒有 沒有那個庫德組 對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個時候看到大家這麼熱鬧 歡聚一堂 觸景傷情啊 會不會 對不對 看到就想到說自己在 那個祖國的家人 是不是 嗯 雖然我有老婆是台灣人 然後我有岳父跟岳母 可是我真的會想到 因為 看他們在一起 一家人在一起 然後我一個人在這邊 然後有時候我會覺得有點難過 我就會想我 我家的人 我家人 對 我比較好奇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Christmas你會回美國過嗎 沒有辦法 因為 嗯 去年有去 可是這年沒有去 因為很多錢啊 飛機票真的很貴 會 是聖誕節的時候 才會寂寞 我覺得 真的 我都會 你們聖誕節如果不能回家 有哭的情趣圈 有那個時候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就說杜立今天是感恩節耶 他說你不要講 你再講我要哭出來了 真的 不是 他會有感覺 聖誕節還好 他是一個有血有淚的人 那如果是感恩節呢 Sexgiving會不會 如果不能回家也會哭 會 咕嚕杜立眼眶已經紅了 真的 你不要這樣子 我本來 再講一下 我好想看他哭耶 不要 黑人的眼淚都是白色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今天不能哭給你們看 會特別想家人就對了 一定會啊 因為 過年在台灣 對你們來說 就是一個家庭的時間 對不對 就是一整個家 一定要在一起 好好開心地吃飯聊天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 你看其他人 那麼幸福的 然後你自己那麼辛苦 你會覺得 啊 我也想家 或是啊 我今年我 比如說去年我阿姨過世了 那我也沒辦法過去 那我知道我 我有一個表哥 他得了癌症 我也沒辦法過去看他 然後想說啊 我家 全部都在一起一起吃飯 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看到他 但是我一樣在台灣 我開始想到這些東西會非常非常的難過 嗯 對 我上誕節的時候去夜店 然後就 喝醉 然後我突然就說 OK 那我打給我的父母 打給我的兩個哥哥 結果 沒有人接電話 看到就是時間不對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 非常難過 就說 看到是你的電話 所以沒有接 我覺得 我用Google Talk 可能也不知道是我 不知道是誰 我只能祝我們在節目所有的新男 今年過年可以過得非常的開心 不獨不寂寞 不獨不寂寞 如果你們一個人的話 打電話給我們嘛 真的 對不對 手機通不通那是其次 你可以打給大家 真的 如果有人接通了 你可以跟他聊天嘛 那如果沒有咧 沒有那就 Savie Lemon 還是有在賣涼麵 還有茶葉蛋 都有的嘛 有 怎麼關係呢 對不對 那也祝大家接下來的新春假期 一天比一天開心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二分之一場 下次見 楊維新大運 恭喜發財 恭喜如意 二分之一場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新男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期見 那一間 跟你們 我們下期見